你会对她对她吗 她想第二次对她因为她很坦白了 福斯电视对两个阵营发出邀请 打算10月再办一场辩论 川普没有明说是否接受 这就是我的最好的辩论 我认为她很强 我认为她很强 不过辩论后民调显示 贺锦丽支持度从原本的39%增加到45% 川普则是下降 贺锦丽的老公看完辩论后 更是开心到爆 监察长出身的贺锦丽 在辩论上展现满满攻击力道 这段讽刺川普不知所云 导致民众提前 离场的言论也成功激怒川普 根据统计辩论会上贺锦丽 总发言时间虽然比较少 只有37分钟左右 但展开公式的时间 却超出川普达到17分25秒 川普因此多次想插嘴甚至打断主持人提问 专家分析贺锦丽使出法庭上进攻作风 CNN民调显示63%的民众认为贺锦丽表现较佳 只有37%认为川普胜出 知名统计学家更指出比特币的下跌代表川普输了这场辩论 这新闻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